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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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下午好 我是Data Yo Yoyo的Shaw 今天要談的一個是 看起來是比較衝突的字眼 開源 商業 商業 開源 這件事情看起來相當的衝突 因為我們常常不知道 大家有沒有一個思維 好像開源即免費 免費即開源 好像我今天只要開源 我就必須對社會做出無私的奉獻 我今天要談的比較是一個過程 我們怎麼樣從解決一個問題開始 從開源一直到所謂的商業部分 透過建立正向的商業循環 來慢慢嘗試去解決產業的問題 所以我今天會談的是 農業科技這件事情 我待會會聊的是 比較是一個過程 我們怎麼樣去實現 資料科學去改變農業 資料科學去改變成農產業 資料科學進一步去改變世界 這件事情 基本上我是一個資料科學家 所以我是從技術開始做起了這樣 所以我有個身分就是我非常熱愛的資料 所以大概生平到現在最喜歡的就是資料 資料怎麼用 資料怎麼寫 資料怎麼串 我也是一個創業家 即便到現在我也還是在創業的階段 我目前是自己開的公司 比較商業的總經理這樣 所以我會具備是兩端口 既要談商業 又要能夠去實現解決產業的一個想法 然後又很喜歡玩資料 玩技術 基本上相當衝突 但不管怎麼樣還是做到現在 好 那聊一下好了 我差不多在十年前 我那個時候還是在做工程師資料科學家的時候 那時候因為上班 你知道有時候整天待在辦公室 就是一件很無聊的事情 那時候想吃一碗泡麵 可是吃泡麵這件事情 我們可以選擇去買菜來 那我如果想加菜的話 有沒有第二種方式 所以我在辦公室做了這件事情 十年前很流行所謂的水跟香 所以我就打算在辦公室開始種菜 我的理由是 因為我就知道分析 我的理由是 要從這些水跟香裡面 找出最佳灌溉的決策模型 好 聽起來非常的正當 非常的合理 但我那個時候的目的其實 只是滿足我小小心願 我吃泡麵想加菜 大概就這樣 然後就開始再做這件事情 那這個是我第一次接觸農業 就是它也不算是真正的農業這個產業 但是是我第一次種菜 所以大家要知道 我其實跟農業本身 沒有什麼太多的背景 那不管怎麼樣 後來我就開始在思考這件事情 資訊技術 科技 我們在談科技這件事情 至於農業 至於農民 或是至於農業產業 到底是出自於我們的想像 還是我們真實的在解決這個產業面上的問題 我其實這幾年不斷的在思考這件事情 反覆在問自己這件事情 然後大概三年前吧 因為想證明 資料科學在農業這個部分是管用的 我們可以把資料科學導入到農業中 進一步去改變這個產業 所以 我就把這些人的工作辭了 然後就出來做了 然後 因為 資料科學可能 大家之前有聽過我的一些公開採用的演講 大概也會知道 我就創辦了阿國維修這個團隊 那 很幸運的是 當我想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有很多人願意加入 不管是在前期加入 中期加入 或是後期加入的部分 其實 我覺得有一件蠻簡單的事情是 剛剛在前面的Session也有提到 從0到1的社群 那基本上我們就是從0到1開始的 我想做這件事情 我想證明這件事情 所以我開始做這件事情 然後就有越來越多不同 志同道合人加入 所以我們就開始做這個事情 那那個時候我的問題 有一點簡單 第三 我那時候想從尋田問題開始 就是 我們能不能做一個比較懶的農夫 就是 我們知道 看天吃飯的 我們在經營看天吃飯的農地的時候 我們經常去做尋田的動作 那我能不能透過一些數位化的方式去解決 我今天可不可以不要每天都去尋田 我有事情的時候再去就好 那應該可以省下很多人工的時間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的問題設定是在 請問氣象局 我的田 現在有在下雨嗎 雨下太大的時候 我是不是可以選擇 不要去尋田這件事情 好 那個時候想法非常的單純 那我們就開始做這件事情 然後後來就因為去申請了 就是G0B 就是公民科技角度金的計劃 整件事情就開始做了 所以那個時候做了一個開源版本 是我們有這種田間的Sensor 在蒐集土壤的資料 維修的盒子 收集氣象的資料 整合到即時監控的這一個系統裝置裡面 讓我們很快速的知道 現場當地有沒有在下雨 好 他的想法很簡單 但是他要結合專業知識太多了 所以那個時候是很多人 我們共同把這件事情做出來 後來我們就到了Google的辦公室那邊去發表 然後把整個東西產品做出來這樣 那個時候一個蠻有趣的事情是 因為全部都是自己做的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甚至來講 我們在做的這個塑膠頭的標籤是沒有撕掉的 上面標價18塊錢 那國外人看到的時候就覺得想感興趣 哇 你整支感車器做成這樣 你只需要賣台幣18塊 他們覺得相當的有競爭力存在 那當然這只是個笑話 對 不過這 這明一件事情是 我們到底有沒有機會去提供一個 產業可負擔的感測性硬體的價格 這件事情有沒有可能去實現 好 所以當時留下來的回饋大概是這樣 那後來也很幸運的也是因為GTV的推薦 那我們成為了就是 韓國那個時候在辦那個Neutopia展的時候 我們是唯一台灣受邀的代表團隊 所以就去了 那去了做了什麼 去了做了一個感測器監控的風箱 也就是說我們在養風的時候 有沒有可能透過這一些環境的感測 來準確的去讓我們精準的去養這些風 然後我們在前面架了一個攝影裝置 可以去看到密封進出的狀況這樣 那我們就在韓國現場做了三天的時間 然後發表 那成就感比較高的事情是 這一支 那後來我覺得蠻有趣的一件事情 是我們做出來的科技產品 到了當地變成是藝術品 我們在韓國首爾的藝術館裡面 攢出了三個月的時間 所以我們做出來的科技產品 變成是韓國首爾的人工智慧的 藝術品 然後在那邊展出了三個月的時間 然後插了三個月的國旗 那我覺得是一件 滿有意思的事情 那這也是一個很特別的經驗 那全部大概就是用社群的方式 大家怎麼樣把這件事情 就是共同把它給做出來 然後去享受最後的成果 那農業因為是一件很複雜的事情 那畢竟是一個從資訊人跳進來的 所以那個時候通通很多狀況是 我們對於產業有太多的不了解 那怎麼樣去快速實現這件事情 所以早年我們自己辦了很多的活動 找了很多人過來分享談 我們找了很多的科技的人談 他們對於科技的想法怎麼樣導入到農業中 我們找了很多產業人過來談 農業到底是什麼 然後在這麼多的交流中 慢慢的去找出 今天我們當科技要解決這個產業問題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麼做比較好 那講回來 那到了這個階段 大概是在三年前這個階段 我們大概是用全開運的方式 在做這件事情 那現在大家上網找Github 基本上都還找得到 我們當初所留下來的所有專案 那我覺得開運的好處是什麼 我們在這件事情 認識很多的朋友 不管是在什麼樣產業圈的 那你可以說這是一個打破同溫層 就是我們怎麼樣去接觸到 很多各門的專業知識 各門成長背景 不同的專家或是夥伴 所以認識很多的朋友 那透過共同協作的過程中 累積下來的是磨合做事的默契 不是所有人都適合合作 但是當你的選擇性變多的時候 比方說我們同時跟三個人合作 我們就可以去找出 我跟A是比較合的 跟B可能有一點小小的障礙在 跟C它可能是完全是來過個水的 那社群很多這種狀況 所以我們可以透過做事的過程中 慢慢去找出誰是適合 我們可以去結成團隊 去做下一步的動作 那我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交流 交流真的是非常的重要 當我們一直在自己的領域 產業裡面的時候 我們能夠看到的東西是有限的 可是今天我們可以透過交流的方式 我們可以去了解更多 那開運的好處我覺得是在於交流 我們可以透過開運協作 透過這種知識的交換 去透過交流 去看到我們所沒有看到的事情 沒有看到的問題 或者說是獲得別人知識 再回來到自己產業的時候 去思考一下我們可以做的事情是什麼 後來大概這個也是一個心路過程 就是當你想做一件事情 你想要知道可以改變產業 然後你越來越深入產業的時候 我們發現我們當初設定的那個問題 好像有了不一樣的看法 這個是我大概在三年前年底的時候辦的 這個在台南 那當時也有邀請哈爸來做分享這樣 那那一場我感觸蠻深刻的 那一場我找了科技的專家 也找了農業人過來談 那這樣講大家就是彼此相互分享 那現場台下的這些農服給我很重要的回饋是 他們覺得這件事情有價值 應該要持續做下去 那第二個是他們覺得 你們真的不懂農業 這件事情給我一個很深刻的回饋是 當我們今天要進入這個產業 我們以我們自己的想法 長期去解決問題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可能很可能 根本不是在解決一個問題 我們只是在滿足我們自己的理想 我們只是在做我們自己覺得好的事情 所以後來我一直在反思這件事情 我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那我期待的未來風景是什麼 如果我們把東西回到初中 我想要用的是資料科學去改變這個產業的未來 我們不是一個沒有競爭力的傳農產業 農業不是一個沒有競爭力的產業 農業不是一個關懷產業的話 我們有沒有可能去實現一個具有競爭力的 科技農業產業的未來 我們題目設定在這邊 那我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 是那個尋田省人工用自動化的技術傳說資料 你看到資料的這個問題嗎 所以後來我之後的時間即便到現在 都非常的深入產業在探討這件事情 那開始是遇到了高雄有機的鳳梨的部分 他們碰到的問題是他們嘗試要把鳳梨做外銷 可是在外銷的過程中發現 沒有辦法滿足國外採購商的需要 然後一直被退 那我們要怎麼樣有效的讓一些 新加入的這些鳳梨的產業業者 可以有效的去進入這個產業裡面 因為其實我們在做農業這個產業之後 外銷跟內銷它的產值跟它的方式差距非常大 那怎麼樣去打造一個台灣是一個 具有國際銷售競爭力的農業這個產業 我在那個時候開始做的 那也探討了非常多 然後之後也有去接觸所謂中藥材的部分 還有就是那個玉米的部分 然後還有茶葉 那這樣子繞繞繞繞繞我後來發現一件事情 農業不是小叮噹的任意門 我們不是只有小農跟消費者 好像不是所有東西小農直送 對這個產業就是好的 農業其實是一個多面向的複雜問題 它存在了一個長長的工藝鏈存在 我們有當地的產地 有彩後處理 有集貨廠 有包裝廠 有器材商 有大盤小盤中盤 到最終的通物商 那國內玩的方式跟國外玩的方式又不太相同 那如果我們是要打造一個具有競爭力的產業的話 我們要從哪邊下手 所以後來我比較多是轉向是規模化 集圍化式的科技導入的方式過來做 原因是因為當今天台灣的農民是單打獨鬥的方式的話 就算我們導入更高科技的成本進來 其實也沒有辦法有效幫他們解決一個問題 比方說像我現在的身分比較多是在中南部 在農民學院的課程裡面教書 教中南部的這一些生產者 他們怎麼認識資料 去年有一個蘭花業者 他跑來問我說 你覺不覺得如果我裝你的設備進去的話 我明天的產值應該會翻倍 然後我問他說你種植面積多大 他說三分D 我就跟他講說那不要 原因是因為你要花費大量的成本投入 但是你只有三分D的狀況下 你怎麼樣跟一些國際要求的標準競爭 這是一個很直接很現實的問題 好 所以我們回來 當我們重新去看待農業這個產業環境的時候 你會看到什麼 其實不只是台灣 全世界都在面臨這件事情 氣候不穩定的問題 現在全球氣候大概是屬於北偏的狀況 那大家可以猜一下 鳳梨現在在台灣可以種到什麼樣的縣市 鳳梨是一個熱帶水果作物 過去只在高雄屏東最遠到嘉義 現在可以種到新竹 這個是全球暖化所造成的問題 會變成是說 過去我們不能種的東西 慢慢在這個地方可以種了 或者是過去我們可以種的東西 慢慢的在台灣不能種了 比方說像荔枝 荔枝今年減產狀況 那其實明年也不會好到什麼點去 是因為全球暖化的關係 第二個台灣還是面臨一個農地分散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打贏這場國際的戰爭 所以科技如果能夠投入去解決農地分散 讓他們更集約化式的管理的話 或許會有機會 那一個台灣整天新聞在炒作的 產量有的時候多 有的時候早 就會造成價格的大起大落 那另外一個是品質不穩定 那這些其實都是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有效去解決這些狀況 那就會再回過頭來看 我剛剛提到的 農業其實是一個供應鏈 一個生產端 特別你要做外銷 外銷絕對不會是小農 直接送到對方的國家去 事實上它會有一條 從生產端到採購端 完整的供應鏈存在 那我們常常說台灣的作物水果 非常的好吃 非常的甜 非常的棒 我們可以看到很多新聞雜誌報導 都這樣子在談這件事情 可是當我們回過頭來 在商業的採購行為上 我們會突然有問題 台灣有的時候 要嘛東西種得很甜很好吃 要嘛因為氣候變化 導致於我沒有辦法交出 對應規格品的貨 那我今天如果是一個商業採購行為的話 我覺得是什麼 穩定時間供貨 穩定品質供貨 跟穩定數量的供貨 所以我們就要去思考這件事情 我們為什麼會輸給菲律賓 菲律賓的東西雖然說品質不好 但是它是穩定的不好吃 穩定的差 穩定的價格低 那只要你的東西是能夠穩定規格化下來 其實你會發現你很有競爭力 原因是因為商業行為的考量上 我們不會只是做單次的生意 我們如果要把這件事情發展成 長久能做的生意的話 穩定才是我們最主要考量的關鍵 好 所以我們就開始重新去定義問題 如果我們真的要用技術來改變世界的話 就不能靠著滿腔熱血過來做事情 我們要去追求到底要解決問題是什麼 所以我們設定了三個 穩定規模化 還有最後一個是可預測 可預測這件事情基本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特別在氣候多變的狀況下 能夠做到可預測這件事情 我們就能夠為這個產業帶來更多解決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從阿龜到優流這件事情 優流現在是我一個想建立正向循環的一個商業的企業 它最主要在提供的任務是 我們要去實現透明可見 而且可預測的產量比值波動的演算技術 去跟真正的產業結合 來幫助他們去降低因為天氣變化 因為整個市場的波動改變 所可能造成的風險狀態 所以我們現在做的是萬物借可算 我們希望可以透過資料技術 幫助這個產業盡可能做大量的計算 從入袋水果作物做到設施栽培作物 特用作物我們現在也有在做機 動物的部分還有市場情報 我們算幾個東西 我們算出貨的平規 你今天如果要外銷的話 ABC三種平規在你整個的產地氣候條件下 什麼樣子的平規最有可能會發生 那我們就可以決定 我今天這批貨要外銷 還是要往國國內銷售 市場情報還有採收時程的預測的部分 那它跟傳奇會有絕大的相關性 最後一個是 我們最近反解了種植技術的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今天你只要透過 我合理化的實驗過程設計 我們可以把數十年的種植經驗 轉變成是可數位化的 可預測型的專家作物建模的方式過來做 那它可以大幅去降低什麼 老農跟青農間傳承所碰到的障礙 我要做郭文化生產的時候 所碰到的管理上面的障礙 我要做跨海的遠端管理的時候 所碰到的溝通障礙 它可以解決這三個問題 那基本上大概的 我們現在的提供服務大概長這樣 基本上使用者只要進來 照我們郭文化方式做 我們就可以去幫他掌握出貨的狀況 然後還有就是 我們大部分的時間都在做演算預測的部分 我們可以去算出說 它下一批要交貨的時候 它的規格比的分佈 大概會是處於什麼樣子的狀態 以及說在市場價格上 你什麼時候應該要種 你種下去之後到什麼時候賣的時候 最符合國外採購商的需要 而且是在 就是當我們在做產期調節的時候 價格會是一個很重要參考的標的 另外一塊是 我覺得這個是特別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以前我剛踏入的時候 因為是一個資料科學家的尊嚴 那個時候想做什麼 想算得非常非常準 那個時候想做什麼 我們要把這塊地所有東西 都算得非常非常準 可是當你放到商業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 其實你不用算到真的是非常準 你只要算到在這個範圍內其實夠了 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要去做外銷 我要叫船來的話 其實你算到週 你正負七天其實夠了 你不用算到一定是當天 一定是非常準 那這個思維的改變造就一件事情 我們在今年下半年所做的東西 已經可以算到大規模 整個縣市各種田地的產期的預測 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不需要安裝任何的感測器 也就是說我們在提供商業服務上面的時候 成本大規模的下降 那關鍵點是什麼 你到底認不認識農業 你到底認不認識作物 所以作物其實才是我們重要的分析標的 而不是看見我們這些感測器插下去的資料 我覺得這是最大的轉折點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實現了大規模的產期預測計算 從種我們可以預測到收 到你要送交到集貨廠 到你所要交的船期 那對於採購商最關鍵的是船 所以我們大概已經可以做到這個地步 那這是一些實例 那包含是鳳梨外銷的部分 我們的規格的品種50%的部分 三年過去之後拉高到80% 那洛生果跟古生果是 洛生果適合做內銷 古生果適合做外銷 所以在這邊的話 我們大概有大幅的下降 那其中跟產地的交流很關鍵 你不是一個東西丟丟丟給它讓它去用 因為它其實完全不知道怎麼用 所以重點是跟產地間的交流 那我們也在處理的是相較的部分 也是銷售到國外去 那我們透過資料這個部分 慢慢的去掌握到整個產地 協助客戶去增加這些 汽住的農民的數量 來去協助他們增加產地 管理面積 可以開始規模化的去增加 好 那分享到這邊 下一步是什麼 我覺得經驗是這樣子 從前面這樣子整路探討來的經驗 那我會發現一件事情是 農業或者說是科技農業 這個產業基本上還是一個複雜性的產業 就是它所牽著到的專業知識 還有所需要的東西太多 我們從產到銷各種不同的環節 科技你從Sensor的硬體生產製造 到溫室的建設 自動化的控制 資料分析 資訊軟體 還有一些氣象 衛星等等的資料 它其實跨太多不同的學科了 沒有一間公司能夠全部做 但是如果我們要實現一個完整的解決方案的話 我們需要去建立一個正向循環的生態圈 那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很比較衝突 我覺得不是Open Source 原因是因為在整個發展的過程中 Open Source它沒有辦法直接的去解決 我們這產業需要的問題的原因是因為 Open Source會造就太多 在台灣這個比較特殊的文化當中 會造就太多的政府資訊廠商 他們會想要直接拿 直接拿這些人家寫完開源的東西 去過來做政府的專案 然後再過來反擠壓到商業上 我們所需要實現的場合 所以它會是一個操作上 技巧上我們會碰到的問題 所以我覺得直接點 並不是從這個部分去解決 也不是從開放資料解決 原因是因為當我在這個產業 大概越來越久的時候 你會發現不能開放的資料太多了 特別是很多東西放出去 有一個詞我覺得蠻好的 敏感性資料 也就是放出去會不會造成市場的恐慌 會不會造成是有些人拿過來操作 這些資料基本上是非常敏感的資料 甚至於我在產業這幾年的心得是 我們政府常常要求企業開放資料 可是你反過來想 今天如果我是一間企業 我為什麼要開放資料 我獲得了什麼 我在商業上獲得了什麼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在跟產業接觸的時候 才能碰到的障礙點存在 農業人會覺得這些資料對他們沒講 是很珍貴的 是他們的專業技術 專業知識 是公司長期累積下來的資產 我為什麼要開放 如果說Open Source跟Open Data 這兩條都行不通的話 我們怎麼樣去進一步實現 我覺得下一步是Open的標準 Open Standard 原因是什麼 在這個產業裡面環繞著太多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可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 知識的交流 我們有沒有可能透過這些開放性的標準 讓我們去認識對方的產業 他想的是什麼 對方的產業他思考的是什麼 然後慢慢去建立互信的關係 在這個產業裡面有個很重要的點 你只有建立互信的關係 你才拿得到開放資料 人應該說你才拿得到資料 你才拿得到這些source 所以我覺得從Open Standard這件事做很重要 那我們怎麼樣去加速這個交流 這也是我在科技農業上看到的 作物分類跟病虫害標準 是一個很基本的讓我們認識作物 認識病虫害的 可是我在大智能開運團隊的時候 嘗試做過這樣的事情 但是我認為這件事情值得繼續去做下去 因為可以讓我們大家更去認識各種的作物 各種的病虫害 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 我們再把各家局的方案串連起來 然後也包括說數位化的數據轉換跟作物生理 這一塊會需要作物專家的知識 也會需要科學下的經驗 我們怎麼樣把這一塊串連起來 還有一塊是到現在完全沒有整合的 影像辨識的人跟做環境數據的人 完全是在兩個平行時空上做 這個是我覺得接下來我們可以再嘗試去整合的 最後一個是做Sensor做硬體加溫式的人 跟資料分析人現在是完全脫鉤的狀態 我們常常在講我們希望把資料化決策 用在自動化的控制灌溉上 可是碰到的問題是 我這幾年接觸自動化控制的業者 我會覺得我們好像還沒有到達一個雙方可以溝通的地步 不只是在我們對於整個產業環境的探討上 或者是技術的標準上 都還沒有一個很好的接口 我覺得這個是可以透過開放標準來做這件事情的 這個事情有個好處 我們可以從了解資料長相開始 幫助大家沒有長期投入在這個產業裡面的 有比較快速的地步去認識 農業這個產業到底是什麼世界 為什麼我們會選擇用這樣子的一個欄會 或者說用這樣的參數當標準 它必然有它背後的原因存在 我舉一個最簡單的例子 我們在產地直接收的 我舉香蕉好 我們在產地直接收的香蕉 跟在包裝廠收的香蕉 的定義是完全不相同的 原因是因為中間還經過了包裝處理清洗摧熟的階段 所以在這個產業裡面定義是完全不相同的 我們有沒有可能從資料開始慢慢去了解這個產業 去降低進入這個產業的門檻 再進一步去建構這個產業的生態圈 只要這個產業的生態圈能夠建立起來 我覺得就有機會用商業用科技的力量 來讓這個產業更好 我們公司現在還是在持續徵才中 所以如果對於軟體工程的部分是有興趣的 也歡迎來我們公司聊看看 時間應該也差不多了 我們是優有數據 我們最重要的事情是 有沒有可能透過農業的數據分析 來去進一步改變這個產業 打造一個有競爭力的科技農業產業 好 謝謝 謝謝五居校 謝謝就是 我機會會找到你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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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我覺得 甚至購其 你們 你